特別要感謝各位 因為這是一份相當重要的責任 很感謝各位捐出時間跟熱情 那謝謝要來擔任我們第六屆董監事 那尤其這一屆董事我覺得令我們非常的期待 因為近來已經有很多討論 公共討論很多政策的討論 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 那顯示我們第六屆董監事的活力 所以讓我們非常的期待 那今天我要借這個機會 我要特別感謝邵一名董事長 以及他所領導的第五屆董監事 那麼過去三年可以說董事會的領導非常的成功 在公共監事的專業性獨立性 關懷弱勢製作優質的節目都有非常傑出的表現 那麼尤其也獲得立法院跟行政院的支持 因為我過去幾年擔任立委 其實朝野立委對公事都非常的支持 那所以非常感謝邵董事長的領導跟第五屆董監事們的努力 那尤其邵董事長本來應該在7月28號就要到任 那一直到現在還這個謝謝邵董事長 持續的來協助公事在這段期間的運作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謝 那也由於第五屆董監事其實表現得非常好 所以各界對公事的期待越來越高 那政府我們也覺得自己責任越來越重 所以我想各位董監事心裡這段時間一定都在破壞公事的願景 那不過我待會就要進行我們第一次董事會要選董事長 所以容我在這邊我先不談公榜集團的願景 保留一下下 但是我只有一點點的這個想法 我期待說我們今天召開第一次董事會選出董事長之後 我是不是能夠邀請新任董事長跟我們第六屆董監事 一起跟文化部來發起一個社會討論 然後促進社會參與 讓社會共同來形塑公事 公廣集團未來的願景 我相信有社會的共事 政府會更容易有共事 那麼跟第六屆董監事 大家在一個凝聚共事跟願景的情況底下 給予公廣集團更好的支持 那我相信可以開拓更寬廣的局面 那我期待說今天的董事會 我們順利選出董事長之後 希望跟各位一起先發起一個 促進公民參與公廣集團願景的 這樣的一個活動搭建一個平台 です 聖地圖 聖地圖 民主 聖地圖 聖地圖 公廣集團 百分之 慈寧 也